北京厚比武外海 游艇船載著十多名潛水客 一星人背著氧氣筒 下海潛水 但看看四周 没有任何船只 都已经发布海上 陆上的台风警报 潛水客还是照常下水 还巡署机会通知出艇劝离 靠近将人带回港边 而船上的潛水客 有人裹着毛巾 更有人比出了大拇指 不以为意 我们是可以出港 我们有问的 他说可以出港 所以我们得出去 知道不可以从事水上活动吗 没有 今天风浪是平的 你可以看到早上是平的 可是已经差过期了 可是他说可以出港 所以我们之前的一支 被海巡带回船长喊冤 兼职出海都有报备 不公平 因为他让我们出去 那项开发是不公平的 那只能申诉啦 你怎么可以 就像你们来采访 公司要开发你们 可以吗 你们的工作本来就是这个 不是吗 我们是两个 如果不能出去 我们硬要出去 当然要被罚 潛水客已出发时 风浪在七级风以下 船只可以自由出港 一切合法 但海陆警都发布了 下水没违法吗 有啊 有啊 我们出港全部都穿这样子的啊 没有跟他确认 询问他是从事的目的 说如果风力达到七级以上 他会另外再一个通知 说禁止限制船发出港 那那时候因为没有接到通知 还是专门可以许可进出港的 业者不认为有错 但海巡署并非开罚单位 执法者为肯晚处 依照国家公园管理法 只要发布海警 就不能从事水上活动 潜水客违规出海 也将吃上罚单 三级王志中古福先 评论莫道